好 我是造型師 然後我之前就是 很印象很深刻 我在上海的時候 接了一個電影 然後在杭州接了一個廣告 然後那時候就是 拍電影拍一拍 拍到晚上的時候 廣告是隔天的 早上四五點嘛 所以我們就是坐車 又接著 對啊 就是晚上接 每天到了晚上 就開車到杭州去拍廣告 然後廣告大概一個禮拜 然後我的眼睛就拍得痛 對 然後我就回台灣 回台灣之後跑去看醫生 他就說 你知道你很能忍 你的腳膜已經破洞了 對 妳是為什麼會破洞 眼睛眼睛沒拿下來 對 他說 如果你再晚一點的話 你就是傷口 第一傷口感染的話 就可能會失眠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破的位置 剛好在你瞳孔的什麼位置 它就算好了之後 你看東西就會是糊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傷口 就會一輩子都是糊的 就是好了 因為有殘缺就對了 對 對 那你為什麼不戴眼鏡就好了 我近視一千兩百度 所以我剛剛那個 我整個嚇歪 我們聽你故事眼鏡 對 一千兩百 我們聽別人 你說話好久了 我小三就六百度了 我小三就六百度了 我不能雷射 因為我腳膜太薄了 對 它近視太深了 所以你現在你知道 抗疫的那些醫護人員 他連這個都拿不下來 不要說眼睛眼鏡 真的 好辛苦 對不對 瓜哥 我們現在 護理師每個都戴眼鏡 因為戴眼鏡很危險 你有時候會有分泌問題 想要去揉 是啊 因為我在想這個問題 他穿那個防護衣 對... 是不能拿下來的 而且戴眼鏡 其實也是多一層防護 我們還會有護目鏡 可是他們現在 所以我們現在就會多很多 有點熟悉的同事 就覺得 好像是同事 我們長得好像不太一樣 是啊 我講這個是加強 大家對醫療人員 你去想想看他們有多辛苦 那我也來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肝膽科有時候 也會遇到一些嚴苛的狀況 那我們以前有個病人 他是一個證券交易所的 那個交易員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感冒不舒服 然後大概就是會發燒 然後已經兩三個禮拜 然後就斷斷續續去看診所 然後就看不好 然後就覺得人越來越累 因為他有一天 他在幫客戶下單的時候 他就覺得他 視力突然變模糊 那因為他交易員 他的客戶下單 都幾百萬幾千萬在下 他這個眼睛看不清楚 對他來講是很嚴重的事情 對 小數點多一個點 對 對 他說這個不行 我感冒是沒關係 眼睛看不見 這不行的 所以他就是立刻馬上就是去 下班就去找個眼科醫生去看 然後眼科醫生就非常有Sense 一給他一檢查就說 你這個很嚴重 你這個你很有可能是 然後又說 你可能已經敗血症 你要趕快去醫院 然後他就被眼科醫生講到說 我只是眼睛模糊 怎麼會敗血症 糖尿病 哪有那麼誇張 他說反正你趕快去醫院 你這個眼睛已經感染了 假如你不去 你之後可能會瞎掉 那講到這麼嚴重 他就半信半疑就來我們醫院 那時候我還在醫院上班 然後那時候去急診室就值班 就一檢查 就說他的肝裡面 都是那個 肝農癢 對 然後他肝農癢很大 然後一抽血 所以說其實這個交易員 他本身是有沒有被診斷的糖尿病 然後發病了 然後肝腸裡面化膿 然後這個化膿一抽 他裡面的細菌就是糖尿病患者 常見一種叫 克雷白菌這樣 那克雷白菌就是一種 壞壞的細菌 他會 這樣子 他不會公開帶他肝臟 他順著血液 會流到你身體裡 那像這個病人 他就是這個克雷白菌 他跑到眼睛了 結果他眼睛就 也感染了克雷白菌 所以他發生 這個就很嚴重 這個要請那個林醫師 就是拿那個針去吃他的眼睛 就是要做眼淚注射 要拿一支針有沒有 然後就吃進去 然後給他注射 真的還假的 這種病人其實算眼科的急診 對 就一看到要馬上 就是要在眼球內注射那個抗生素 那妳怎麼麻痹他 我們就是會打局部麻醉 就拿一支球棒 然後眼球 這種陽光是 還是局部麻醉 眼珠是看著他 對 就是要用撐眼器把它撐開 然後就這樣 心理壓力也成功 太大了吧 不是 你看我沒有戴過隱形眼鏡 我戴一個隱形要戴半個鐘頭 因為他過來我就 對 你這樣撐著那個針對著你 你怎麼打 真的 可是這種病人很可憐 還看得到嗎 麻醉他主觀是看得到的嗎 他看不到 因為我們會叫他看 不要看打針這邊 看另外一邊 你看那邊 對 就看那邊 然後從這邊打掉 他還看得到 因為要是沒有在第一時間 把這個細菌感染控制好 他的眼球怎麼會被細菌吃掉 眼睛就看不見了 你做過這個手術對不對 我做過 我還挖過眼球 因為他的感染太嚴重了 他做過他還挖過眼球 感染真的太嚴重了 那我們其實打針 然後也進去開刀去洗 都洗不掉 就是他一直感染 那你挖到眼球幹嘛 因為他這個病菌 如果這個眼球已經被感染了 那身體會產生一些抗體 那這些抗體 會去攻擊另外一隻眼睛 所以必須要 就是我們一定要把這個病造 斷尾求生的意思 對 因為如果沒有把它弄好 它以後會產生一種 我們叫 它這個發炎的系統 它會去攻擊另外一邊的眼睛 所以它永遠就少一顆眼珠 就是只能這樣子 就是這個如果來不及救 就到最後最壞的狀況 就是整個眼球 全部都要摘除掉 那個我是一個40歲的一個男性 他是銀行行員 跟那個剛才照演長講得有點像 但是他在一個月內 做帳錯了三次 然後銀行行員做帳錯三次完蛋了 主管之後你眼睛有問題 你再這樣子 我就要把你直潛掉了 你要趕快改善 你趕快去看眼睛 結果他去看眼睛的時候 眼科醫生就說 你視力還好 可是你來找陳醫師好了 原因是因為這個病人 他 他大概150公斤 然後他在做眼尖的檢查的時候 做到一半的時候 其實就有點打瞌睡了 他其實就是呼吸睡眠中止 所以你變成就是說 你身體常常會處一個 缺氧的一個狀況 尤其像他們做辦公室 打電腦這些文書工作 有時候做一做之後 換氣不夠的時候 就會突然間會有一個 暫時性缺氧的狀況 你就會把一些 細微的一些作業 會把它做錯這樣子 因為一般來講 病態性陪胖剛來 我們還是會希望說 那你運動飲食 要我們來慢慢把你調整回來 可是他說 陳醫師來不及了 你三個月內 你不幫我搞定這件事情的話 我就會被FIRE掉這樣子 會被肢潛掉 後來就是趕快去幫他動一個 所謂的一個 減重代謝的一個 味道道手術 那第一個月就少了15公斤 那病態性肥胖就好很多 那才去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那隔了一年之後 其實有一點認不得他 因為他本來的身高 也大概180幾公分 現在帶我們診到一個型男女孩 哇 這稍微好一點消息 來 我們看第三樣 工作壓力大爆紅 心血管疾病 敲上身 是 其實心臟病跟這個壓力 其實還是息息相關 事實上前陣子 美國有一個報導 它有統計 就是你每週工作 大概四十幾個小時 平均一天大概就是八九個小時 平均大概就是一週四十幾個小時的話 你患高血壓的風險 會比正常上班時間的人 多數大概 就是四五十趴 那但是如果你上班時間更長 一週上班五十小時以上 就是平均五天 平均一天大概十個小時 罹患高血壓的風險 會增加到六到七成 機率會更高 這告訴我們壓力過大 時間過長 其實身體的一些轉變 尤其是心血管系統 一定會有更大的壓力 那我這邊碰過一個 也是類似的案例 就是一個大概六十幾歲的 一個餐飲店老闆 其實做餐飲的 大家也知道 其實餐飲壓力非常大 另外一個重點是 因為廚房 其實大家如果有去過餐飲店 廚房是非常 在一個燥熱環境 而且你壓力很大的時候 其實那個 我碰過很多患者 其實都是做吃的很多 那這個老闆就是這樣 他生意其實很好 但是相對人口 人手比較短缺 所以他其實整天 處在一個高壓力的情況下 送餐幹嘛的 有一天發生事情那天 就是剛好他準備要關店 收店的時候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跟他手下的一個火計 有點爭執 有點吵架 結果吵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他就覺得 胸口不對勁了 他就覺得很悶很悶 很強烈的不舒服 感覺像東西壓住的感覺 然後就趕快叫人家 叫他送他到醫院 救護車到醫院 結果這個就是比剛剛那個先生更嚴重 他是心肌梗塞 就是血管完全塞住了 完全沒有通 就是急性心肌梗塞 這個就是要馬上做心刀管 馬上放支架 他其實沒有明顯的三高 他算是控制的還不錯 他唯一就是有一點抽驗的習慣 但是三高血壓膽固塵什麼都還算OK 所以後來我們推估他的患 他的主要因素還是在於壓力 因為一天工時太長 從早到晚 加上他在下班期間 那個突然的一個情緒的激動 所以可能導致他身體的一些 這個斑塊破裂 導致血管阻塞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當然第一個 你以後這個煙還是要戒 煙還是一個重要的因子在 那另外重點就是說 可能要試著調適自己的狀態 包含這個情緒的管控 壓力的管控 因為這個其實還是 對一些心血管的保健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款 對 其實我們常常在聊天 就說 其實有時候腳步挺一挺 也不錯 因為很多最近在 以前在大陸很多的演員 現在回來都呈現辦休息 但大概才有時間聚餐 真的 對 這一陣子 敘敘酒 我之前有一個 四十幾歲的一個男病人 那他是那個 第四台投資顧問老師 那就是要講解股票什麼的 那他當然就是要上電視 所以他的外型 他也非常注重 那他是來的時候 因為額頭有一些皺紋 跟這邊有一些玄真紋 秘妮老師跟他說 所以他就來想要處理一下 他的這一些靜態的紋路 那我們就會幫他打針的時候 覺得奇怪 怎麼那麼會出血 就問他說 就是出血 一般人出血可能針孔 我們壓一下一下就止血了 他就一直流 一直流 那我們旁邊或是又壓很久 他才稍微有一點止血跡下 然後一問之下他才說 其實他這個工作壓力非常大 所以他說他有一次 在家裡就昏倒 那被他的家人送去急診 赫然發現說 他明明才四十出頭 他竟然已經心肌梗塞 他高血壓他都不知道 他只是覺得常胸悶 然後他心肌梗 都塞住了 所以那時候有緊急幫他放支架 可是大家知道放支架 就要吃一些這個 所以他就有固定在吃這些 抗你血的藥物 那打針的時候 其實雖然我們這個針孔不是很大 但是還是有一些針孔 所以你有在吃抗你血藥物 如果你沒有跟醫生講的話 我們沒有特別注意的話 其實他是很容易 所以他才說 我剛剛忘記跟你們講 我有在吃這個抗你血的藥物 那當然這個是不能停 就是說這個 因為有放支架的人 但是如果說有跟我們講 我們會比較注意一點 那也有跟他講說 其實有在吃這些抗你血的藥物的 就是如果有一些傷口針孔 你的瘀青可能會比較大片 然後他說我下禮拜還要上電視 他說沒關係 現在那個遮瑕膏都很厲害 全部都遮得住 所以後來還好就是 他稍微遮瑕一下 在電視上是看不出來的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